人才不是文我 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活生生的一个人 如果不把他放在可以展现自己才能的位置上 那他才真正的是个非 要爱护人才就得敢于放手 但放手绝不是放纵 给你们团集体力三弄 那就只对江海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但是我会告诉你 绝不能一公平 相信组织 相信江海 这件事情不能刷小聪明 要用大折 行了 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是 幸运的是 江海还有左同军在暗中呵护 要是遇上一位多一世不如少一世的领导 就江海这性格早托军庄走人了 不过江海却一点不领左同军的情 真给你要回来了 不是要是退了 退回来了 那军长知道不是他写的 不知道 但军长很生气 说了 以后不要把这种垃圾文件往军部里送 不怎么会这样呢 那你的想法没有跟军长说啊 我当面说的 那军长的意见是 维持原判 集体三等功和江海的 警告我 都不变 军长说了 要相信组织 相信江海 那小子什么情况 听说一天都不说话 也不吃饭 什么 他跟我玩爵士啊 没有 军长 老王 跟我说实话 突然造访 是不是 安排好了咱 干什么要好 我说实在了 这次兰战三号的演习 最大的看点就是华南的事 用的是真好 好严厉 咱们抛开江海这个擅自行动 对一错不谈 我就说这个战略 是不是整天交 材料整齐了 我提时间送到路上 还好 比这段饭好 我提到了啊 江苏海的工作不好做 你猜 军长说什么 说什么 不要耍小聪明 要有大智慧 这明明就是批评我们的工作 没有灵活性 艺术性 没错啊 团长 你看这样行不行 江海的情绪一半天很难平复 不如让他去疗养 占据卫生物 给了我们团一个 去南方疗养的名领 本来是严副大社长去的 现在江海一听飞 严登深肯定离不开 不如让江海去 去上一个月 心情舒畅了 这工作不就好做了吧 你说呢 靠注意 那我一会儿就跟他谈 师傅 你不是已经解除禁闭了吗 怎么还跟自己过不去啊 不吃不喝不难认 这是你跟我说的 我现在是不想吃 我知道啊 你是空瓶灶 顺利吧 那你看看这个人呢 怎么都不合你的口味啊 哪来的煎饼啊 顾刚媳妇 顾刚媳妇从老家带的 行啊你 有日子没吃煎饼了 想吃你就多吃点啊 你的战斗总结要我看了 而且看了不准一遍 我帮你把它整理成了店的门店 谢谢啊 谢谢啊 看了感觉怎么样 第一感觉 热血沸腾 是吗 还有呢 看了战斗总结啊 对啊 我就理解了 你当时为什么要关掉 与指挥部的联系 因为你不想 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 没错 你用关禁币挨处分的代价 换来了这份 既有战术理论阐述 又有实战结果印证的 战斗总结 你慢点吃啊 谁跟你抢了似的 你意见我 吃麻麻香啊 但是我还有一种感觉 卑异壮 什么意思啊 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人 想打仗 为了打胜仗 为了训练改革 舍生取义 这不卑壮吗 你啊 你别那么悲观 我现在已经想通了 听天由命吧 不过 你能读懂我的任务总结 我还是挺欣慰的 当前编文侠红声转业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他也有很多创新想法 想法很多啊 不光是他 还有我们团 齐身的理想大哥 也一样 听说 你们是一起到团也来的 我们从陆晃学院 现在毕业的那天起 正在一起研究这些问题 梦想着中国入军如何起飞 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的 录航发展史研究了个遍 尤其是美军入航的实战经验 和发展动向 看见了和人家的差距 我们心里是真着急啊 后来我赶飞之久 挂上了火箭弹和导弹 多少有点攻击性呢 可鸿舌呢 一直开运输机 他比我更着急更愚昧 那边那个 他就选择了软硬 是啊 哦对了 我听严福大队长说 军力给我们团 立了一个极底三能够 是吧 这说明军首长 是肯定了我们 这次演习中的打法的 是吧 说得倒也没错 倒也不全是 为什么啊 你的处分不是没躲过去吗 哎 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了 我觉得才不公平 我觉得已经很公平了 之前不是说 如果我错在前 所有的成绩都会被抹杀掉 那现在呢 我们的战斗成果 还是被肯定的吧 对吧 我们的尝试和探索 还是有价值的 你倒是挺会给自己吃定系丸的 我觉得这个结局啊 已经出过我的意料了 至少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稳达到了 兄弟 甘蔗没有两头点 知足吧 晚上我进吃了 我不吃 喂 江大队长 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吗 好 我换身衣服 马上过去 咱俩虽然说不如同窗 但也是校友吧 是 可你说说 在我哥看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材料 吃了碗炸酱面磨磨走就走 什么用意啊 啥意思啊 他根本要饭去 行了 别装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来挖人的对吧 罢什么人 行啊 我早在总部首长那儿听说了 总部准备筹备一支 陆航空农突击旅 就是你郭成阳主转 代号 李军一号 消息过云的 是有什么事 你就不发别人说你才罢钱 我就是要罢气 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了 有限发展陆航 让我们陆航啊 从一服保障行 向主战主用转行 胆子不轻 这没点罢气怎么行啊 这就敢担当 好 我顺目一弹 陈航 这次演习中的那场意外啊 我反而倒非常看重 也许在你们园里面是一场意外 我倒觉得 体现了我们陆航部队 引开营的特别 这是我们将来说来的方向 行家 消炎为三就一眼看穿了 是啊 这次江海岸的行动 的确是打出了陆航兵容的特点 对我们集团军领导层的出动很大 怎样使用陆航 用好陆航 是我们集团军下一步 深沿的星客体 所以你就实话坦白吧 还是来挖人的对吗 这应该叫选人吧 你说我们都让了多少年了 让陆航飞进来飞进来 那怎么飞啊 放心吧 我这个人从来不搞本位主义 那你给我说说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这个江海是我们军中的三突出人 优点缺点突出 个人性格突出 好张颜 嗯 但是你将来看中看不中我不管 但他现在是我的下属 我就要好好的打磨他 把他身上的毛刺给他打磨干净 这次给他处分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好好接触教训 你的飞行技术再好 也绝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 你处分了 严重警告 我那不请 江海 江海这个人你瞎大瞎大 他根本不听 老公 我一直认为 一名优秀军人的身上 必须要有与常人不同的素质 极端经验 极富实命感 富有好斗的战斗精神 目标明确 绝不站前顾后 甚至是面对 失败 挫折 甚至没去 都必须要用 百折不挠的精神 把人给处理了 还给我讲这么多 太 我承认 人的意志是打磨出来的 你别把棱角头给打掉了 那怎么回事 疗养期间 什么也不用想 就是放松 彻底放松 好吗 好 什么时候走 你准备好了 明天就可以走了 今天走行吗 你这么着急啊 我是个急性的 什么时间走 你自己定 走之前跟团长说一声 姐 你从来没去过 A级同学入行团 怎么会见过江海大队长啊 网上认识的 网上 是网友还是网链啊 这个不能告诉你 看到昨天军报上 报的那篇文章吗 你说的是 是执酒大阵坦和团那篇 写的就是他 报道中说的某大队长 就是江海大队长 这笔报道我看了两遍呢 挺让人振奋的 没错 A集团军入行团 执酒武装直升机大队 除了他没有别人 而且啊 他研究那种战术战法 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挺崇拜他的 姐 等会儿见到江大队长 你带我引荐一下哦 哎小姑娘 不要有别的想法哦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人家少校大队长早该结婚了 我呢 就是对这样的传言嘛 特别崇拜而已 没有 他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 为什么 特别继续注意 准备降落 明白 好 你这是干嘛呢 104团转场经过我们团 团长就让我过来帮忙接待一下 你也没这事来的 不是 我找团长有点事 我听说遇上强气流了 对 律长 他怎么来了 疯子 等我一下 过去了 疯子 你疯子你别跑啊 没看见运疤过来啊 你怎么过来了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给我装傻呢 装什么傻啊 我真不知道 我半年前就改飞直升机了 是吗 这是我的副驾驶 彭露露 丑号小灵阳 江大队长 你好 你好你好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 可我们华姐啊老提到你 跟我们俩在飞机上还聊你呢 你跟人瞎说我什么呀 有什么瞎说的呀 我们这次转场路过你们团 露露听说 要见到帅领执久 大败坦克团的疯子大队长 客心崩坏了呢 崇拜崇拜 我讲我讲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副驾驶 王子 执久大败坦克团 他就是我的助手 王子 你好 小灵阳 我叫刘晓斌 我是江大队长的兵 你好 王子 行啊 这位是化名 外号黑天鹅 飞运巴的女机长 现在改飞直久了 以后我们是同行了 好 差不多行了 看得眼睛都直了 介绍完了吧 那咱俩说的咱俩的事 走 走 什么情况 我问你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发短信你也不回 我这不忙着演习呢吗 你少堂搜我 你告诉我 你跟福尹之间的关系 到什么程度了 跑着呢 你不知道人家红生 一年能挣多少钱吗 不知道 十几万吧 两百万 这么多 这只是固定工资 每次飞行还有格外的奖励呢 这个咱们反正比不了 你比不了 这这难好是退呗 这这哪是退啊 人家不赢 那边 你俩都不行了啊 跟你们关系 好 再考虑 上车 看 好 这坐不下了 到前头那个车去 正前到前头那个车去 正前到前头那个车去 对对 刘晓斌 怎么样 这一路飞不来累吗 还好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女飞行员啊 飞直升机是特别帅的 团长 团长 王子 我叫你来干啥的 啥的 李先生没你 就不管不过了 没有 团长 刚认识 对 刚认识 刚认识 他怎么知道黑天鹅今天来啊 他往常都躲着黑天鹅啊 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会来啊 老毛告诉你吧 我不知道你会来啊 真不知道 我找左团长 得了吧 你肯定是可以来接我的 你怎么不带书玫瑰花什么的 你小的美啊你 玫瑰花 你怎么听那个帅哥 他现在还单着呢 主要是我们家小林阳 我看他对小林阳挺有意思的 你也帮我们家小林阳看着点啊 肥水不流外人田 物行的事情自己解决嘛 对吧 行啊 这疯子 这今天是哪根电线杆发芽了 看来有戏 有戏 谁跟谁有戏啊他们俩 疯子跟黑天鹅啊 疯子跟黑天鹅啊 他们俩 他们俩 他们俩以前认识吗 大大长没跟我说过 他跟你说这个 他俩呀是我给介绍的 本来想给他俩搓成一对 你说 一个非固定翼 一个非直升机 天子娇子天子娇娘多美 可这疯子 这疯子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还能哪样 班长 班长都到齐了 知道了 好 上车吧 好 小梁 你请 请 这怎么了 你帮我看看 什么 你干嘛 拍点照片呗 你说 我黑吗 看来看跟谁比 跟我站一块啊 你还是白天鹅啊 这话我爱听 那以后就不要叫我黑天鹅了 就叫我白天鹅吧 这我可管不了 谁给你写的外号 你找谁去 谁又写的 不是外号 罪黑祸首我还没找着呢 气死我了 行吧 班长 别聊了 翻桌上聊呗 这真不是时候 我说什么 班长 我上去有事 你不是找他女生 我找他干什么呀 你说的事跟我没关系吗 有什么关系 快快走吧 上车吧 那坐谈 那我先上车了 那你就上车了 不是你别想着 班长 市委说堂里让我去疗养 好吧 先去疗养 我再有些事再说 没必要 我都知道 看来这个尺里包不住火啊 那我就跟你说吧 警告处分是吧 严重警告处分 严重警告处分 老夫咱还没戏了呗 你说呢 你是个老兵 我懂 让你去疗养 是想换一个环境 让你整个身心都调整一下 是 我相信你 来了来了来了 啥都不处的江海 偏偏就处黑天鹅滑敏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连江海自己也说不清楚 因为说不清楚 所以躲得越远越好 目前电话 不回信息 尽量把黑天鹅屏蔽掉 但黑天鹅可不这么行 她不但会放弃这次机会 而且 她要扩大战略 她要把真心所爱 演绎的极致 哎 复营 有人找你的 谁啊 一个地方让你的 在家属园门口等你的 哦 谢谢啊 好好 哦 我知道了 嗯 好 其他等我回去再说 你好 您找我吗 请问你是副教员吗 是 您是 哦 不好意思 潘总 你找我有事吗 嗯 你看我们换个地方谈好吗 好 好 好 福教员 请 好 谢谢 潘总 你好像对这儿很熟悉嘛 哦 这儿是我开的 所以你不用客气 随意就好 潘总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就说吧 以后你叫我紫薇就行了 你比我大了 我就叫你一宣复营姐 初次见面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复营姐 洪生他经常提到的 你认识洪生 认识 他给我爸爸开直升飞机 现在在总公司那边 做办公室的副主任 原来是这样 我听洪生说过 他说你父亲很关照他 对他很好 是啊 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清楚 我爸爸其中他是事实 我和他谈恋爱也是事实 是吗 从我看见他第一眼开始 我就对他心动了 我爱他胜过一切 可是他却告诉我 他爱的人是你这样的 潘总 姐 你别激动 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他对你的情感 也知道 他和你牺牲丈夫的那份善友情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今天 我请你来 是想求你一件事情 只要我能办到的 放了他 让给我 你是80后对吧 是啊 我这次的出现确实有些突然 提出的要求也有些唐突 不过没关系 你不用现在答复我 我想你回去之后 应该会认真考虑吧 你好像还有话没说完 姐 你可真会看人 是 我还想说的就是 如果洪生和我结合 那他的前途将无可估量 华丰集团的产业 早晚用他来滞涨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你有所损失的话 放心 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给你 没想到 你还能为别人着想 你们当病人的窘况 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是需要钱 房子 包括孩子出国留学什么的 我都可以帮上忙 你们很年轻 也很富有 因为有钱势在必得 我要纠正一下 应该说是共赢 要是我没有兴趣呢 你说什么 我是军人 不是商人 我不想跟你谈交易 红生也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 用钱就可以买断的 谢谢谭总 我还要去接我的孩子 再见 傅颖 我不会请你放手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好 李老师 傅教员 有事吗 不好意思 有点事来晚了 小杰呢 小杰 不是被他爸爸的战友接走了吗 他爸爸的战友 有 当时还有几个家长来接孩子 我真跟别的家长说话呢 小杰跑过来跟我说 说他爸爸的战友来接他 他先走了 然后我就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男的 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 小杰过去拉着他的手 那人把他抱起来 我看他俩挺熟的 我就没多想 三十多岁 那会是谁呢 不可能是洪生啊 他应该是去A集团军看江海吧 我告诉你 我不会轻易放手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难道是他 他居然 会干这种事 你是说小杰被坏人拐走了 好 还想吃啊 老板 到两个石双 好 马上到 妈妈本来不同意 我虽然是外边的东西 为什么呀 因为外边的东西 不干净给了手和机构油 是得注意点 不过 当兵的可没那么娇气 我们进行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 我们还抓蛇 抓虫子呢 别吹了特战队员才是蛇热 你是飞行员 你是康秦州 谁吹了 我跟你说是真的 有一次 我组织模拟直升机 对机伤迫降和自救群 我和几名飞行员 被放到一处深山老林里边 圆均化五天就会被营救出去 结果我们迷路了 偏离了营救点 几十公里 部队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真正在命令里抓了十二天 那时候 我们就靠找野菜野果 抓虫子 抓蛇吃熬过去的 真的 凤叔叔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后来我就跟飞行员说 一定要学会必要的野外生存技能 打起上来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我是不是不要我妈妈的 听谁说的 昨天也不就我妈妈嫂子的 那你发星期一 那天叔叔戏里糊涂地发错了 对了 那你妈她就怕了 要来办 该着急了吧 喂 小杰 你在哪儿 妈妈 我吃饭了 我跟凤叔叔在一起呢 啊 你怎么会跟江海叔叔在一块儿啊 你在哪儿告诉我 妈妈都急死了 我在吃烤餐呢 你快来办 凤叔叔也给你要了十串 你别急 先稳住对方 看看对方提升个条件 我儿子说 他在吃烤串 跟他爸爸的战友在一块儿 冒充战友同事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 你让他说话 哦 小杰 你让江叔叔接电话 贝叔叔妈妈要跟你说话 好 姑娘 我江海 我今天刚到北京 去幼儿园接他 他说他想吃烤串 我就带他过来 边吃边等你下班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孩子没事了 跟他爸爸战友在一块儿呢 小杰 来 车车睡一会儿 去 你说你来北京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我 我怕你不接我电话了 我就想见面聊 还是给你拿个惊喜吧 还惊喜呢 又下厨我一身冷汗了 走吧 回家吃吧 回家吃啊 好 老板 买单 好嘞 洪哥 你 洪哥你随便坐啊 好 大队长 大队长今天走得很急 下午正委跟他谈完话 他半晚就去车站了 晚饭都没来得及吃 突然安排去聊眼了 事先也不通告一下 是不是出啥事了 他最近啊 不太睡 心情也不太好 我估计 是不是团里边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才安排他提前去聊聊 团里立了三等功 他本人被处分 要是我呀 肯定也找正委说说理去了 他 倒也算想得开 他是大队长 嘴上不说罢了 他心里呀 肯定不会服气的 是 洪哥 要不我去 团里正委那儿通报一声吧 不用了 我本来就是来看看江海 他人不在就算了 我去二大队 亲戚大队长他们 明天一早就走了 别精通团里的 那我先走了 行了 那我送送你 走 江海 你是不是觉得 在军里干得不太顺心啊 要是你真的觉得 不开心 我倒觉得可以换个地方 就我这脾气 到哪儿也干不好 再说除了飞行 我什么也不会啊 你不是脾气不好 你是有理想有抱负 得不到施展 对吧 还是你了解我 可是我处分也背上了 提火吃也没戏了 我倒觉得 你也别有这种思想负担 要不 不 你到我们学院来 当飞行教员吧 我们学院的飞行基地 几个飞行团 都去飞行教员呢 教员啊 不行 我还是想在一线作战部队 那你就没有考虑过 调到我的身边来 咱们的事就好说了吗 我 我 我这次赶来北京 就是想跟你说这事的 你如果愿意 我去跟院长说 我想院里会考虑照顾我的 富洋 我是经过反复考虑才来找你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混声各方面都比我强 真的 混声在地方干得很出色 收入也比我高 我 我不想撑木槿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过 已经打过结婚报告了吗 那时候我不成熟 有些冲动 与你考虑得也少 考虑得不现实 还有点 跟洪生较劲的意思 你是认输了是吧 你认为你挣的钱没他多 不 不是 富洋 富洋 走吧 你走吧 走啊 好 那我 那我先走了 小杰 小杰 干什么去啊 费叔叔 小杰 你怎么出来了 快回去 下次吃烤串的时候记得喊我 好 叔叔答应你 以后来北京了就带你吃烤串 好吧 封叔叔 你是不是不许我妈妈了 是封叔叔不好 封叔叔 被处分了 犯错了吗 你不是认为 出我烦耳是个严重的错误吗 我出我烦耳了吗 你说过喜欢妈妈的 红叔叔 不是也喜欢你妈妈吗 红叔叔也喜欢你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些是人家给妈妈介绍你的男朋友 妈妈都没有看上是吧 是妈妈把他们放在厨地里的 是我发现的 我觉得他们都没洗 我想要一个和牺牲的爸爸一样的爸爸 好了 快回去吧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什么 妈妈哭了 你再考虑考虑吧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向后转 目标回家 起步走 很好 做了吗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没有什么 不是 你 你怎么在这儿呢 听说你来疗养啊 专门来接你 认人家门 你们家还在南华啊 对啊 我们公司总部 在这儿有好几个项目 所以我就在这儿落魂了 这车是你的 老板送的 可以啊 混得不错啊 走吧 去我那儿 我 我回去洗个澡去 回去干嘛 赶紧走啊 我回去洗个澡 然后再过来 干什么 赶紧走 我那儿不能洗啊 走 上车 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想不想看看 我现在开的执行机 想啊 不可能分一把 想得美 没劲呢 我走了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住的地方 够腐败的呀 我刚来这儿上班的时候啊 觉得特奇怪 我在这儿住了半年多 才拿了习惯 我没讲 这跟你在部队 是完全两种的 不可能的事 说的你好像没当务兵似的 因此我总觉得 有些别 这你还别扭呢 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我 我 怎么样 不感觉啊 羡慕你啊 羡慕什么呀 你小子在有生之年 能飞上这种直升机 哪个直升机 可信员不羡慕呀 走 这点试试吧 给一圈 这别客气了 来吧 好 你这技术下降了啊 不停啊 你来 交给我吧 怎么样 等你 继续 multitu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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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不爽 爽 过去 我跟你讲 这可不是做战争人机 这站住个推法啊 咱们早就帮我吃 那人呢 我也是 这是高岛的商务机 出版的总装本人以外 其他承受的 全都是VIP客人 照你这么说的 我下来做 咱们也会出事 你这待遇不低吧 那是 给大老板开直升机 肯定跟在部队 非米摇滚腰 不可同日而语啊 不错吧 这么大 这得多少瓶啊 使用面积五百多吧 或许已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